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竞选总部举办了党员之夜 包括民进党历任党部主委、执委、评委 还有党代表、党公职干部都热烈出席 张美慧强调希望可以延续萧美琴正式投入复选后的绅士 凝聚更多希望美德赢台湾的力量 而张美慧加上萧美琴、赖清德 除了双美合体、花莲再起 更是让花莲可以美美德 张美慧竞选总部党员之夜 由竞选主题曲、挺台湾应援曲、带动跳来揭开序幕 现场包括了民进党花莲宪党部的 立任党部主委、执委、评委、党代表 还有党公职干部都热烈出席 张美慧表示选举剩下40天 要和同志们以及支持的乡亲共同冲刺到最后 用认真负责的态度 让花莲选民可以支持花莲要改变 我们希望能够让花莲有改变 花莲有不一样 花莲一定要换人执政换人做 那从立委这个选举开始 就不能够让一对夫妻、一对夫妇 那继续的把持花莲这么久 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那这件事情一定要终止 就是花莲国要成为历史名词 就是在这一次最关键的一战 那已经剩下40几天了 那我们一定是要所有的同志们 大家一起团结一心 那一起靠团队的力量来打赢这场选战 因为这次这个立法委员选举 也包含总统选举 这一场是不可能是只有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一定是要团队 一定是要大家一起齐心努力 所以今天的党员之夜 我们要感谢所有党员同志的支持 也要恳托他们 能够继续的帮美会拉票 帮赖清德、帮萧美琴拉票 让我们在花莲能够打出一场最漂亮的选战 让花莲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面貌 我们团结庭、台湾一起来决定新花莲 民进党花莲县党部主委 沿线中他也呼吁各党务、干部 还有党员同志 能够成为张美惠的分身 在各乡镇市地区来宣传政见争取支持 集合众人力量要达成团结挺台湾 决定新花莲的目标 介络会幻视报导